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万众期待的《使徒行者3》终于再度登场了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欢喜哥 还有三哥 苗乔伟的跟我们聊聊天的 哈啰 两位 大家好 就是我一看见这个组合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欢喜哥就是在之前《使徒》里面 不是已经给那个就是报喜的 就是凌峰就是已经干掉了 你真的有所不知道 其实我表面是死 但是都是凌峰救了我 所以我就没有死 不是凌峰救了你 是观众救了你 对 也可以这样说 观众太喜欢你 你怎么可以没有你的 洗不去 必须要把询关系 救回来 找回来 对 是观众救了你 对 谢谢 但是就是那个时间线是怎样 就是是在《使徒2》还是《使徒1》之后 还是怎样的 这欢喜哥最清楚 对 这个是《使徒3》 《使徒3》就是应该是《使徒2》 因为《使徒2》的时候是《使徒1》的前转 前转 所以《使徒3》就是《使徒1》的接下来就是《3》 就是紧接下去的 对 如果清楚一点 大家就要看《使徒2》就是第一集 《使徒1》就是第二集 《使徒3》就是第三集 对 真的 前辈就是前辈 说得太清楚了 《使徒1》就是《使徒1》 就是你最后要坐牢 就进去监狱里面 然后现在就是 是用一个什么的身份出来呢 我在《使徒1》的时候 不是跟林峰在那个 一个部阱里面把那个大老板 《使徒1》就打死了他 然后我选择要坐牢 身为一个警官 对 不能伤害人 这个《使徒3》开始就是从 其实有监狱里面的戏 我也有监狱里面的戏 然后从监狱里面出来的时候 当然坐完牢之后就不会 不能再做警察了 那我就变成一个是 好像一个是民间CIP 就是民间的一个帮助警方去查案 变成我有监狱了 对 就是Mandy 对吗 就是Mandy 就是王志文 对 然后就是发展进去 就是我一直帮着王志文去查 查其他的案子 之前我们在《使徒3》里面看见 就是《使徒3》 就是永远都是英明神武 那就这一次就是出来之后 那个情商 比较横厚 真的 比较横厚的 就是落魄一点的 落魄一点 对 落魄一点 那就是《使徒3》那个造型 就是这样 然后欢喜哥这一次那个造型 我看下去好像真的跟自行非常不一样 不一样 你那个造型是就是 他越来越帅 对 也年轻了很多 戴个练帽子 不要太开心了 不要打我开心 那个拐杖呢 之前没有的 现在有 就是你自己加进去的 对 我说 加个比较好看一点吧 就试试看吧 戏不好 就拿这个道具来帮一帮 也不要说戏不好 太坚虚 欢喜哥年龄也大了 欢喜哥也会有点风诗 对不对 风诗的时候也会有支拐杖 撑一下帮帮那个造型 也蛮帅的出来 对吗 好吗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就是这一次《使徒3》里面 应该就是有很多很精彩一些 就是开枪啊 很多就是一些追逐的一些场面 两位是不是几乎全部都是你们呢 我就很小 因为我不是警察 我就没有枪 你什么很小 你根本就没有 根本没有 我想一想 真的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因为去年拍的全部都忘了 那些打戏拍完就忘掉了 每年拍太多了 而且今年就事情特别多 什么事情 好多全世界都有事情 对 所以记不起来去年拍的东西 比较有点深刻的戏就是一些感情的戏 那欢喜哥 是不是你那个身份平常太尊贵了 都有人帮你开车门什么的 所以就是到你自己开的时候就受伤了 不是 这完全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你到底哪里受伤 这就是 就是这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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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没好 现在 忘不了 这个离开 你是卡住了 卡住了 每一人他是 平常骂人太多了 所以老天就给他一个惩罚 是 这个手指不夹 就夹他的宗旨 过劳 对 过劳了 这个手指过劳 所以让他这个手指受伤了 让他休息一下 这手指要拿出来的就是这样 是这样 以后就是这样 不要拿这个宗旨出来 一般都是人骂我 哪有人敢骂你呢 就是 你在这个圈内的地位 谁骂你 你严重了 老师 你太严重了 你刚刚说这个就是手指 这个 那个受伤的程度是 就是一年过后还是 现在还没好 现在还没好 还有一点点痛 但是基本的你都能做 对吗 可以 可以打机都可以 就是打手机都可以 但是痛 有时候 但是要拿出来的时候 就有点困难 对吧 中指要拿出来的时候 就困难 骂人的时候 不是 所以你挖就可以 你不骂人的时候就会好了 真的我从来一般都不骂人 我骂的都是不是人 欢喜哥骂人都是笑笑的 没有 对吧 对 所以他从来不会骂人 对 就是骂了你也不知道 不是 我骂的就是不是人我才骂 是这样的 是人我不骂的 所以我不骂人 对 两位真的是就是相信是合作无限了 然后也看着对方就成长这样子 这个欢喜哥跟我合作 从上世纪到现在已经合作过了 太多了 我们也认识了很久了 对 不要说了 基本上是 我无所谓 你看我长大吗 没有 对 我看你的时候你已经长大了 我从小就看你的戏了 这个就肯定 这个就肯定了 但是我看你的 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已经很比我高了 当时你感觉就是骂人哥 就是你刚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跟现在是不是变化也是很大的 太大了 当时他很傻 很傻 一开始的时候 对 其实我们以前这辈的人 都是出来二十出头的时候 我当时很傻是骗你的 很傻的 就单纯的 我是装傻的 他 你就知道他的戏挺厉害的 装傻 初刀已经是这样 装傻都给他骗的 真的 原来是这样 也是装傻 装骗回来的 那你们应该是在《储留乡》 也有合作过 《储留乡》也有合作过 好多戏了 其实好多戏 上世纪又有很多戏 我自己更大 便是个合作 学习学习 前辈 他是我的前辈 所以就是在天长现在 就是到了天长 什么都不用去研究 一埋位进去同里面 就已经可以演 那默契很够 这里说得太容易了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基本上我们的对白是要备手的 对 其实我们就是听导演说 导演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听导演做就可以了 弹斯哥是听导演的 我就听弹斯哥的 弹斯哥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对吗 我来都没 这一次是不是就是 两位的那个对白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呢 有多有小 有多有小 嗯 导演说的对白 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讲对白 怎么说 很自然 对 除了两位之外 就是整个剧里面 还有很多就是新生代的演员 就是真的是超过两百位就是明星演员 其实我们这个使徒山呢 也多加了很多其他的年轻演员 马国明 对 现在已经是四弟了 你知道吗 对 他的戏也很好 蔡四辈 王志文 江振朗 还有翠鱼 翠鱼 对 袁伟豪 这个使徒山有很多大家认识 所以我觉得蛮吸引的 但是大家就是其中一个很期待的就是 就是林峰回归了 对 就是这一次跟他合作 那感觉是在他就是回归之后 林峰这个使徒山回归 当然大家观众都会很开心 比使徒一的时候帅很多了 帅了 而且现在当爸爸了 男人味中了很多 男人味又出来了 好厉害 那丁姐呢 就是会回归吗 丁姐回不回归 我要大家要问观众 对 对 丁姐回归可能会在使徒寺吧 对 如果观众要就 那就要看观众你们的要求 对 但是就是真的有传闻说 就是在开拍这个使徒山的时候 已经说使徒寺会派来 到底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要看观众 对 如果观众看完使徒山觉得 还不过 还可以的 还可以的 还不过瘾的 就再来要求一下吧 希望观众要求底下 那公司 大家再抽屁一下使徒公司 这真的 这是观众的反应 对 其实我们都是看观众反应 那就今天非常开心 跟两位有聊了那么多了 对 希望真的是这个使徒寺 真的可以真的开拍了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